大家好,21点48分了,我们看看这个啊 你不要乱动,基本上这种罩都不知道在哪 你再动,他一出来一挂,你就倒了 你不要乱动,你再动你就倒了 就是良心我 我贩子不傻 你再骂医生 他在骂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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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犯法 我没杀人 我不要乱动,今天没 来来来来来 过来 你们不要骂他 好好好 你们不要骂他 你哥里面不要骂他 你们不要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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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说端话 打10就行了 你不要联合吧 你打,你给谁打都行 你不要乱动车骂人 不要只让 谁给你这个权力啊 这就是 这就是你们上海人 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啊 这就是你们上海人还骂人 我从来没骂过啊 给你录下来了 有单的 你毕竟录下来了 这个社会最新 肯定你 你家后台肯定很硬的 嗯 嗯 嗯 这些人是保安还是当兵的 不知道哈 可能是保安吧 不像当兵的 是吧 他说人家上海那个老头 这个中年人骂人了 我看他也罪也不干净 最后 是吧 有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也没这么厉害啊 说造反派也没拿这种铁家伙当街打人啊 倒是也没打他就是控制他 这种是防暴用的啊 都是那种恐怖分子给他们准备的 这也不是恐怖分子啊 是吧 啊说有人说这类这种冷兵器不是城管 小混混们能有的 再看看他们统一的发型 是吧 说这类人应该是武警 是吧 说我在昆明火车站发生恐怖杀人事件后的 第四天到了昆明 武警在昆明的街头巡逻 就拿着这类的长冷兵器 防暴差 这个好像北京 某些小学幼儿园都有 因为有一段时间好像小学幼儿园 频繁的发生 针对小学生还有幼儿园孩子的恐怖袭击 就是那种打呀 其实根本就是吧 啊这个现在好多学校有这东西 保安也有也不是完全没有 不过看那几个人的身手挺利索的 统一发型有可能是武警 是吧 这个昆明那件事是说是新疆人干的啊 昆明那件事在火车站不是杀了好多人吗 啊后来过了没多长时间我去昆明了 那是07年还是哪年啊 完了之后啊 就在那个那个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就有武警的那种轮式装甲车 还有武警拿着那个威冲啊 好几个武警我都看到了 那有人说这是一帮安徽的痞子在上海做辅警 是吧 说睡集体宿舍晚上难熬就去做坏事啊 说同样的老乡非常鄙视他们 宁可吃点苦多挣点钱也不愿意做什么辅警 哎呀不知道这不不清楚他们这是什么人 说穷是有原因的有的人真的不值得可怜 有人说怀念杨家啊 说这些人就是干脏活的说我们那那边啊 不是上海说他们那就是把地痞流氓给编成了辅警 这些人是干脏活的 说问题是谁让他们去做辅警的 对呀如果他是流氓怎么给招收进来了 说看发型应该是不对的人 我也感觉可能是 统一的发型就是统一的 那个保安的话有的长头发什么的保安没这么整齐 有人说都是一些闲散人员 都是一些小混混啊 这不是有这些装备吗 这是 这不是那个特警吗 是吧一尊去某一个特警支队去视察 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12处 就是我的客户吗 我给他们送货 他们就进行各种的训练 针对所谓的反暴啊什么的 现在是吧这个这个也都是外地人 你看他说你们上海人骂人了什么的 是吧 其实老炒作这种地狱什么的 没什么意思是吧 有的时候我做节目说哪哪的人 我都不是特指的一个集合概念 是只是说这个人有可能来自某一个地方 是吧 不过也有人听着不说不高兴骂我对不对 说我是打什么地图炮啊地狱黑 我还真的很少很少啊 这个这个色彩在我这是非常淡的 不过现在很多地方的本地人呃 慢慢都完了那北京也是 那些那些那个那个警察也好 武警也好 辅警也好 保安也好 包括那些臭流氓那些什么拆迁公司的 那都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没有干这活的 对吧 也包括军人啊解放军什么的 都是外来的 啊 基本上不让本地人在本地当兵 哎 是吧 他怕你下不去手 这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那个贼打头了 不是好多都是远东掉过来的吗 对吧 这边的通婚的什么的 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比较多 对吧 现在整个中国就已经彻底就沉沦了 完了 过去那个陈炯明啊 那会跟孙中山还闹矛盾 还有东征 是吧 讨伐陈炯明 蒋介石也去了哈 那会说 陈炯明说连省自治 悦人治悦 乡人治乡 惡人治愈 鲁人治鲁 晚人治晚 寄人治寄 是吧 近人治近 勤人治勤 对吧 哎 拢人治拢 蜀人治蜀 颠人治颠 是吧 你贵人治贵 你自己就治理你自己的省份 搞联省自治 现在这种大一统 人的那种混杂 然后外地人蜂拥而入 把各大城市各个省都已经完全就乱了乱了 很多的传统文化也没有了 是吧 中国各个城市完全没有特色 当然有人说有 是吧 这我也不抬杠 我说的完全 有的时候也有点绝对 但是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整个中国就是 是吧 就是一个大杂烩 就是一锅臭肉汤 是吧 这个耗子史是谁呢 有中国的文化 还有政治的落后 种种的原因 对不对 哎 活在中国真是一件太悲催的事了 也活了四五十岁了 让人拿那个顶住 是吧 这还是有视频 没视频 也许就揪那一通打 对吧 现在在北京也是啊 北京本地人也经常被外地人打 对吧 这个我我就见过 我们的街坊 我们的街坊那个姓什么呀 住一号楼 他那女婿 在北京就让东北人给打了 丁光五四就给打了 打了之后他就不动了 就是为了停车位 有很多停车位的纠纷 你看中国人活得好憋屈 然后在北京那种小区里边 为了一个停车位 有一次就是在顺义那边吧 有一天晚上我溜弯啊 一个老太太拿一个椅子 一个一个破沙发站住位置 就跟一个小伙子 就吵起来了啊 然后我还劝了半天 是吧 活得憋屈 然后那个没有受到合法保护的产权 也没有选举权 所以那底层的互害 是他是用扭曲 能欺负你 他就欺负你 他有一种变态的宣泄 他是一种变态的宣泄 他是会一种变态的宣泄 这是不急的 像 above